147.法制晚報2015年7月25日報章 A.08熱線現場水管破力至北移環積水時 發西直門橋附近主腹路積水最深處 沒過小腿腹路一道中斷造成擁倒三個半小時後 恢復交通大型機械進入現場清理於泥涉 記者流暢搶收人員幫忙將車推離積水路段 全食記者流暢搶收人員正在維修破力的管線法制晚報信 記者流暢更學稱水流如井噴一般從地底冒出 最終漫上了北移環主腹路 今天上午八時許 西直門橋東一陸地內發生管線破裂 一道造成該路段雙方向擁倒 截至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記者發稿時 搶收人員已將破裂管線閘門關閉 路面交通也逐步恢復正常 上午十時許 記者來到位於西直門橋東附近時 北移環雙方向主腹路上均倒滿了積水 長度至少在五六百米 腹路上的積水已與馬路沿持平 水最深處已經沒過小腿 再次發現長馬路南側的一片綠地內 管線破裂處形在不斷地噴湧著水流 在水流的衝擊下 陸地中已出現一個面積約十平米 深約一米的大坑 原本樹立在該處的一伙小樹已經被衝倒 一輛停靠在路邊的小轎車也因受水流太大影響 最終在幾名搶收工人的幫助下才被推離積水路段 記者在現場看到 北移環雙方向通行並未完全停止 再東向西方向 當司機經過涉水路段時 均塌以放慢了速度 擁塌一直延續至事發路段東側一公里處 再發生管線破裂的西向東方向 因水流太大 附路已暫時拉起境界線禁止通行 主路上則只有地勢稍高的最內側車道能通過車輛 同時這也要及附近一個公交車站 公交車暫時無法停靠 現場據文稱 該處管線破裂發生在早上八時左右 水流在短時間內迅速曼上二環主庫路 講述十一時停止無水搶收人員打開與被指加快排水有多名 自來水集團的工作人員在參與搶收 他們中的一位鄉記者證實 破裂的是一處自來水管線 因爲這處管線比較大 所以水流較多 上五十一時 經過搶收人員的努力 管線爆力處已經停止向外霧水 同時 在二環主庫路雙方向 搶收人員將多處與被指打開 加快排水的速度 並有專人站在一旁職守 防止路人或車輛誤入 在主路上 還有郊警站在水中指揮過往車輛通行 隨著排水速度加快 大約半小時後 二環雙方向主庫路上積水均已被清理完畢 路面交通秩序逐漸恢復正常 現場搶收人員已開始查找原因並進行檢收 據現場搶收人員介紹 因連日降雨 不均勻沉降 才導致的此次管線破裂 因破損管線值經是600毫米 所以跑水量較大 記者了解到 受該事件影響 事發地附近的德星門西大街74號流開始停水 排水公司到達現場與自來水公司人員一起搶收 記者看見 自來水集團調派供水車為附近居民供水 搶險關四座集門指水調派三輛供水車 應急供水記者從北京市自來水集團獲釋 今天上午9時07分 市自來水集團接報收西直門橋向東北 而環南側附路玉桃園公交車站 六花帶內跑水 立即拋錯 此級管網特發事故搶收如案進行應急搶險 10時45分關閉四座集門指水 影響一棟塔流的居民用水 吊排三輛供水車進行應急供水 該事件初步原因為管網破損 截至上午記者發稿 市自來水集團正存力組織搶收 記者從市水無局獲釋 截至11時30分 路上積水已退去 車輛可以通行 問記者劉滅耿學稱實習生肖竅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谢观看